OK那么老样子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台小米Note2的购买经历 其实那天官网抢购大米依然是没有抢到小米Note2 估计首批备货也不是太充足 后来这台机子是问一个网友买的 所以说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位热心的网友 记了大概三天终于是记到了 包装方面其实和之前的小米5S比较像 整个盒子依然是一种非常极简的设计 正面就只有一个米子logo 背面是一些简单的规格说明 没有其他多余的图案 当然大米个人觉得既然是主打中高端市场 其实整个包装可以弄得更加精致有逼格些 这样的话在拿到机子的时候 开箱的愉悦感会更强 OK那么撕掉速分膜打开包装 来看一下里面具体有哪些东东 首先正面就是这个小米Note2的真机了 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这一次小米Note2正面的一些变化 也就是从传统的2.5D玻璃变成了曲面的设计 这一次大米购买的是4加64GB的亮黑版 OK那么手机先放一边来看一下附件部分 附件部分其实和之前的小米5S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保卡说明书卡针 下面这一次还随机附赠了一个水晶壳 一条Type-C数据线以及最高功率为18W的充电头 具体的充电时间和充电功率大米后面再和大家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来样子先来撕个膜 当然小米Note2背面的序列码没有直接粘在机身上 这一点要给好片 因为现在很多机子是直接粘在机身上的 有时候撕起来会比较费力 好了那么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米Note2的真机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拿在手里的时候大米第一感受就是它相比之前的三星Note7确实会更加宽大一些 同样是5.7寸屏 Note7拿在手里明显要更窄一些 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和整个曲面玻璃的弯曲幅度有关 Note7边缘部分几乎是呈现75度左右的弯曲 小米Note2差不多也就30度的样子 弯曲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而且整个屏幕的延展程度也不一样 当然小米Note2也有做的好的地方 比如说前后玻璃的弯曲幅度也是一样的 曲面玻璃和中框的衔接过度比较平滑 所以说实际的握持感受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要比之前Vivo X Play 5那种双曲面要好很多 而且这一次正面也是去掉了强迫症患者比较纠结的米字logo 使得整体看上去更加简洁一体 整个Home键的形状也和之前的小米5也是有所区别的 不像小米5那样细长 也没有像小米5那样有明显的凸起 Home键几乎适合面板齐屏的 不过实际的按压手感方面大米就略显身一样 可能还不如小米5的按键来的舒服 再来看背面 顶部是摄像头和双摄温闪光灯 整个摄像的凸起幅度非常小 当然这和小米Enota没有搭载光学防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有光学防抖估计相机模组放在这个位置肯定会凸起比较多 底部是这个米兹logo 左边是新闻卡卡槽 卡槽支持两张Nano卡 但是并不支持扩展 右边是电源键和音量键 手感和回弹力度也还不错 顶部从左到右分别是机口 降噪麦和红外接口 当然这里难能可贵的是 这三个开孔是排开对称的 这种抠细节的设计在小米手机上确实比较少见 底部左边是麦克风 中间是Type-C接口 右边则是扬声器 总的来说 小米Note2的双曲面设计 确实不如BOM7和S7 Edge来的经验 但是就整体的质感来说 做的还是不错的 没有什么明显的槽点 另外有些网友可能会问 这一次小米Note2亮黑色和之前的小米5黑色有啥区别 这里大米也是拿小米5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从颜色和光泽度上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没什么区别 所以说小米Note2黑色玻璃较亮黑估计和iPhone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开机 来看一下曲面屏的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 开机之后系统会有一个设置向导 不过这一次比较奇葩的是设置向导竟然是黑色的 一路下一步完成相关的设置 那么从实际的视觉观感上来说 小米Note2的曲面屏视觉冲击力其实并不是太大 和S7 Edge相比也是差距不小 因为整个曲面屏的弯曲幅度比较小 所以当我们正面直视屏幕的时候 依旧能够明显看到屏幕两侧的边框 而不像S7 Edge Note7那样 在视觉上有明显的收窄效果 拿张A40打个比方 S7 Edge曲面屏正面看是这样的 小米Note2的曲面屏正面看是这样的 OK 下面我们来试一下小米Note2的指纹 平均录入一个指纹大概需要按压16次左右 录入的速度并不算快 但是解锁的速度还不错 基本上和小米5差不多 另外这一次小米Note2的Home键 也是默认集成了类似魅族MBAC的轻触返回功能 我记得之前这个小米5是在开发版才有的 这一次系统默认就可以开启了 在设置中找到按键 然后开启单按键使用就可以了 同时大家也可以把左右两个按键灯给关闭 这样确实能够让整部手机的正面 看起来更加的简洁 并且交互的易用性也是不错的 不过关于专利问题 吃瓜群众就有点闷逼了 可以说现在包括魅族 ZOK 锤子 以及小米 这些正面Home键设计的机型 都在采用类似的交互设计 看来这种单按键多操作的设定 应该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处理器方面 这一次小米Note2用的是满血版的骁龙霸腰 小核心为2.19GHz 大核心为2.34GHz 总体的规格 要比之前的小米5S降频版821要更加高一些 当然话又说回来 821相比820总体的性能其实提升并不大 最主要的区别是821在各个动态频率下的默认电压 要普遍比820更低 那么理论上也会拥有更好的持续性能表现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跑分测试对比 在GIGABENCH4的跑分测试中 满血版骁龙霸腰的小米Note2表现还不错 无论是单核性能还是多核性能 都要比小米5S和1加3更好 当然跑分只能作为一个理论性能的参考 具体给不给力还是得看实际的调度情况 比如说之前的乐Pro3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跑分强 但是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种降频导致性能不给力 但是从实际的测试结果来看 小米Note2的处理器调度机制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日常的程序打开 页面加载 大小核心都能够达到最高主频来提升速度 而不像柴子M1L那样 把小核心限制在1.6GHz以内 游戏环节中 同样保持着不错的持续性能输出 没有出现像乐Pro3那样大幅度的降频情况 15分钟的NBA2K16 平均帧率是37帧 要比小米5S和1加3都要高一些 可以说是现阶段真正满血的821机型 30分钟游戏之后 整个手机的温度控制也还不错 并没有出现像M1L那样 局部发热比较明显的情况 最高温度为40.6度 表现还不错 发热主要集中在摄像头左上角部分 比1加3和小米5大概高了1到2度左右 但是结合实际的性能表现 这个发热应该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当然对于小米Note2来说 除了以上这些外 相机部分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点 因为这一次小米Note2并没有和大家之前预期的一样 用小米5S上的可给力的 iMAX378 而是用了和锤子M1一样的iMAX318 要知道这颗CMOS虽然有2250万像素 但是单像素面积只有1.0微米 所以说夜景表现应该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 从相机的打开速度上来看 小米Note2表现还不错 基本上和小米5S差不多 但是从整个画面的取景框来看 小米5S的实时预览画面会有明显的果冻效应 而且移动画面的时候感觉整个取景画面也是不太流畅 那么实际成像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样张 首先是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小米Note2 2250万像素的解析力表现还不错 要比小米5S1200万像素更好一些 当然和1600万像素的1加3相比其实提升也不大 白平衡的稳定性还不错 没有出现特别飘的情况 当然在整体的宽容度上 要比小米5S和1加香料差一些 并且在拍摄微距物体上 容易出现无法合胶的情况 比如说这组小红画的样张 手动对焦自动对焦来来回回试了好几次 对焦主体依然是虚的 再比如说这组样张 反正怎么对就对不上焦 而到了夜间 小米Note2通过提升ISO值和降低快门的方法 来尽量提升画面的亮度 所以说并没有出现像M1L那样一片7K的情况 但是即便如此 总体的画面亮度依然是弱于小米5S和1加3 而且整个画面的噪点控制也是不太理想 所以iMac38确实是一颗无法兼顾夜景表现的传感下 2250万的高像素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 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解析力优势 但是综合的成像表现确实不太给力 除了相机 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关于小米Note2这块来自LG的OLED屏幕 实际的屏幕素质到底怎么样 这里大米也是做了一系列的测试 色准的问题倒不是太大 平均的色彩偏离值为3.55最大为8.7略偏高 并且没有色彩空间调整功能 但是屏幕的亮度偏低实测最高亮度只有330尼特 而且也没有A屏的亮度超频模式 所以说在室外强光环境下能见度就不是非常好了 白色画面默认的室温为8400K略偏冷 所以说看起来会有些偏蓝 5.7寸1080P的OLED屏幕 显示细腻度大家就不要有太多期待了 用显微镜观察同样倍率下的屏幕次像素 小米Note2的次像素密度明显就不如S-H了 并且依然是Pentia的像素排列方式 所以说如果你是看惯了高PPI的LCD用户 那么在使用小米Note2这块屏幕的时候 还是能够明显看出一些颗粒感的 但是对于这块屏幕而言 大米觉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颗粒感和亮度 而是这个屏幕在中低亮度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毛躁感 这个情况有点像当年LG G Flex 2上的那块屏幕 用通俗一点的比喻就是说高亮度下整个屏幕观感没啥问题 就好比是一张崭新的A4纸 但是当你在室内或者说光线较暗的场景下使用 屏幕亮度一低就会变成一张草纸或者说麻布 屏幕会出现不规则不均匀的纹路和色块 观感非常差 并且整个屏幕的可视角度也很小 轻微左右倾斜或者说上下倾斜都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个屏幕偏蓝的情况 可以说小米Note 2可能是对应价位上屏幕素质表现最差的机型 所以这块来自LG的OLED屏幕 在实际的显示效果上大米个人是不能接受的 当然每个人对屏幕的素质要求不太一样 所以说如果你想购买这台手架 强烈建议把屏幕调整到中低亮度下 看看整个屏幕的观感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毕竟中低亮度下使用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总的来说小米Note 2的双曲面设置 在做公平控和质感方面还是不错的 但是总感觉为了所谓的双曲面 牺牲了太多的屏幕显示效果 我们说现在很多同价位的手机 已经很难在屏幕这一环节来开差距了 这个理论都是基于大家都在用LCD屏幕的前提下 但是说到OLED屏幕的话 LG和三星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这块屏幕不是说好用和更好用之间的选择 而是说你能接受和不能接受之间的抉择 如果说你能接受小米Note它的屏幕显示效果的话 我觉得其他方面估计有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点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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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